行政院会已经通过由司法院韩请行政院会会宣的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草案 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 借由国民参与有助于涵养国民责任 也可以提升司法审判的透明度 增加人民对司法的信赖 政院发案人徐国勇主持会后记者会转述 赖魁在会中才是通过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草案 赖清德表示草案是为了司法改革国事会议决议 推动国民参与刑事审判 由国民法官亲自参与全程审理程序 同时和法官立于平等立场相互讨论评议 形成最终决定 彰显出国民主群理念和涵养国民责任 这里是中国广播公司